猫鼠冷知识众所周知 大家都知道黑鼠的伤害是最高的 其实黑鼠没什么要讲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版本棋子 黑鼠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 克制它的人太多 再加上黑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 因为黑鼠没有恢复能力 所以黑鼠打起来 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 黑鼠的上限还是比较高的 只要点完二级被动 投资够准的情况下 一般黑鼠就可以直接超身 有时候在想什么时候 我的黑鼠能打出一些花里胡哨的操作 但是后面发现真的很难 有时候我觉得像我这么厉害的人 操作起来肯定很厉害 毕竟玩玩黑鼠嘛 我觉得我不可能被打爆 但大部分时间来说 我的黑鼠都被别人爱在地上 抹擦 用比较正常的话就说 我大意了我没有闪 它一个左正灯一个右边腿 我黑鼠倒在了地上 有时候也会在想 为什么我还在玩黑鼠 为什么我还在玩猫鼠 是热爱吗 是情怀吗 不 是我们要掐饭 有时候会想给黑鼠搭配一套支持卡 让黑鼠变得更强 但是后面我发现 黑鼠的卡缺一不可 少了任何一张卡 黑鼠打起来都非常痛苦 有时候在想 弱的或许不是黑鼠 而是我 我编菜了 然后我的操作也变形了 然后我就没了 但是后面我去看了天梯 发现 现在玩黑鼠的人 真的很少很少 有时候玩一把黑鼠 真的心里憔悴 说真的 我要和老鼠心里博弈 我还要等技能吸低 一个不小心 我可能还要被鸭子再吹一下 所以 有时候心态真的 不算特别好 但是因为黑鼠变弱 你又不去吸完黑鼠 那么到底是喜欢黑鼠 还是不喜欢黑鼠呢 如果你让我说的话 其实还是挺喜欢黑鼠 就是玩起来 太累了 别的猫都是buff各种低价 而我的黑鼠 却只能吃吃垃圾桶盖 说真的 还是很不错的 其实在现在这个版本里面 玩一些版本答案 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毕竟 大家都想赢 如果想赢的情况下 就要拿出版本答案 如果不拿版本答案的情况下 说真的 还是比较难打的 不过对我来说 都无所谓了 我只是喜欢玩黑鼠而已 输赢对我来说 根本无所谓